看我们这个武器多险劲 叫抖风机 以前是手抖 现在不用 哎呀这风好腻呀 这里边就是风蜜 是吧小姨 真好啊 这都看出来了 真粘糊 放在这个机器里边 这就开始搅蜜了 其实就是甩 对 给它甩出来了 就是甩 对 就是甩 这都没摇镜 太稠了这风蜜 就是度数太高了 多粘啊多稠 不敢使劲 一使劲吗 劈就甩了 他把劈整化了 哎呀真好啊 像这摇完蜜的风批啊 还得继续放在这个 风箱里边 留着等到下一回继续摇 改盖了 这箱就已经完事了 这大箱真多呀 这样风蜜是最好的啊小姨 就是拿出来的蜜直接摇成的 就这种蜜才纯 还粘会儿 一瞅它都练 真好 这就是我们这边段树蜜啊 新下来的蜂蜜 也是今年新的 你看 你看 鸡越来鲜进了 透亮了 这整个这玩意儿 真好 为啥尬呀 这盖儿嘛 椅子全是蜜的得摇出来 确实挺好用啊 蜜盖蜜 蜂盖蜜 真漂亮 楼不高 真太紧 走你 这鲜鲜 以前就搁手抖了 不怕蜇手啊 抗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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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看啊 蜜麻麻的 都整这玩意儿 哪有装蜜啊 对 要都给疯死了 对啊 晚上给它卷一下 让它缠乱 你可不在风向里 可拿走 那天我俩都信住了呗 给它抓藏着 这蜂蜜味好大呀 都出来了哈 一闻的味道闻出来了 蜂巢蜜 好听啊 味道老好了 刚才小姨在这尬的那个 厚天厚天的 嗯 嗯 嗯 真好了 真好可黏糊了 赶吃糖了 去看这个蜜它就蜜度多高 这就看出来了 你看特别的稠啊 特别的烈 晶莹剔透的这种感觉 就是味道都不一样 就可黏糊了 这包蜂蜜 啊那还有个过滤网啊 对过滤 这我的蜜浓度多高 哎呦真好看啊 是高啊 有没有小勺 快一勺 感觉可愁可愁的了哈 不稀 真好 低度我也不咬 对 小姨你要这个都是高度密是吧 哎呦真漂亮啊 真好 这样剔透呢 还有一股香味 啊这还有过滤网 真好 都上罗了感觉像起砂似的 对都上罗 度数不能这样 就是度数高 像起砂似的 发财了小姨霸 今年端数密大收 又有一笔小收入是吧 见者一半 哎你看 哎真好看啊 他都起罗感觉就是老年那种感觉了 马可小时候接着吃 哎你看那底下 底下都起砂了 都越高他越稠是吧 一点都不稀 就像起罗似的 对吸的话 对 这要是吸的话一下就没了 就是还能过滤这么长时间 瞬间就没就跟水似的 这一丑都不一样 那个渣子倒掉了 大哥别折我啊 这个风场啊是我小姨夫家的 我小姨她家得养20多年的风了 所以养的特别好 在我们这边养风也算是 就是养的挺厉害的了 她家现在将近不到200箱 156178大概吧 反正不到200箱 你看刚才那个蜜特别的纯 度数也挺高的 就是特别的稠 这个风啊从开始出教的时候 没多长时间就放在这个山上了 因为那个山上的段树花最近都比较开了 山上的蜜也多 环境也好 所以都在山里养的风 东北黑风呢在我们饶河县这边是一个保护区啊 因为只有我们饶河这边才有 黑风它是一个风的品种 黑风呢是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啊 位于我们饶河县境内 只有我们饶河这边才有 那就是保护我们东北这边的黑风和蜜园的植物 黑风呢是由20世纪由乌苏里江引入的这个远东风啊 所以只在我们饶河境内 其他别的风呢它是黄风 但不是我们这边黑风一定要分清楚了 像我小姨家养的这些风 今天又收入一笔 不错的收入 主要她家的蜂蜜就是把关的比较好 度数比较高 所以都是二刀的段树蜜 不是青刀蜜 头刀蜜不行 二刀蜜是最好的了 今天这不没啥事吗 顺便上我小姨这儿来整点蜂蜜吃 回家自己家泡点蜂蜜水不挺好的吗 朋友们这期视频简单就到这儿了 我再在这待一会儿 再看看我小姨他们怎么整蜂蜜的 也学一学 但是就是感觉挺好的 尤其在蜂蜜里拿出那种蜜 晶莹剔透的 特别的稠 特别的高 但是摇的时候 它都不愿意往下下 就证明这样蜜度比较高 如果要是说蜂蜜像水似 那就滑滑的了 你看这就挺高的 喜欢我视频的 给我留个关注吧 拜拜了各位 我要上那再吃点蜂蜜 嘿嘿 谢谢大家